好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关注 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最新消息 那么现在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天河核心舱 天舟12号货运飞船组合体 已经完成了交汇对接 而现在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消息是 它正在进行一个特别重要的步骤 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记者何颜柯 颜柯你好 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小峰 正如你所说的 现在大家看到 我们宇航员正在打开 四道舱门的最后一道舱门 也就是双向承压舱门的第二道舱门 好 现在我们进入到的 就是天河核心舱的小柱段 我们看到这位正在开门的航天员 应该是聂海胜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画面 是从核心舱内朝节点舱拍摄的角度 对吧 邵总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画面 现在这个画面显示的是航天员 从核心舱的节点舱进入到核心舱的小柱段 进入小柱段之后呢 实际上就是相当于航天员就正式进入了空间站 后续按照计划进行空间站 长期驻流的状态设置 及相关的准备工作 邵总 是不是进入核心舱的真正节点 就是需要从我们的节点舱进入到核心舱的小柱段 那么当它进入这一刹呢 才算是真正的航天员进入到了核心舱 对 就是在这一时刻起呢 神舟飞船的密封舱和空间站的核心舱的密封舱 是整个贯通的 就像主持人刚才讲的 已经打开了第四道舱门 这个四道舱门打开之后呢 载人飞船的返回舱 轨道舱和核心舱的节点舱 小柱段 大柱段就连通成一个整体 这时候航天员就算做正式进入进入到了空间站 就在我们连线开始之前 北京给我们的天州二号的航天员们发送了指令 要求他们打开这个冲气阀门 也就是说要平衡一下 我们节点舱和核心舱之间的这个气压 那么通过一段时间的平衡之后呢 现在双方的气压已经应该是平衡了 对 应该是平衡了 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刚才 它比较顺利地打开这样一个第四道舱门 好 我们看到画面现在显示的是 我们的航天员正在进入到我们第四道舱门中去 也就是说进入核心舱的这个过程 好 他们在打开舱门之后还需要用一个套子 把舱门特别地套起来 是吧 对 作为一个保护措施 对 因为咱们那个舱门上都有密封圈 防止航天员在穿越对接通道的时候呢 把这个密封圈有所损伤 所以要套一个保护罩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 这个是从哪个舱拍摄的 这个是从核心舱的大驻的后向摄像机 往前向拍摄 也就是往节点舱方向拍摄 也就是说我们的航天员已经进入到了核心舱里 航天员已经正式开始了组合体驻流的设置工作 他已经在准备一些驻流的设备 稍后我们的第二位航天员也会进入到核心舱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远处 他已经进来了 已经进来了 好 正在向我们的这个摄像头飞过来 这个姿势有点难把握 好 转了一个圈 这个时候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他们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组合体驻住后的一个初期的准备 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航天生活工作的设备的家电检查 还有一些生活物资的展开等等 包括后续要建立这个厨房啊 卫生间啊 睡眠区啊等等 主要是这些工作 可以看到尽管这是核心舱的小柱段 但是其实也是比之前的返回舱宽敞多了 这个空间豁然开朗 那如果进入到了比较大的这个舱门的附近的话 将会空间更大 接下来还会再去接着开天州二号的货运舱的舱门吗 按照我们的计划是在明天上午打开天州货运飞船的前舱门 进入货运飞船进行这个上行物资的转移 因为按照今天的计划安排 航天员已经非常辛苦了 我们还是希望能航天员明天有一个较充沛的精力和状态 来迎接后续更繁重的工作吧 好的 好 非常感谢邵总的介绍 好 好 我们刚才一块见证了我们的航天员进入核心舱的这样一个历史性的瞬间 那时间交话给小枫 好的 谢谢颜柯 颜柯和专家带我们一起了解了航天员从飞船进入到核心舱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综述一下航天员 还有我们今天的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一整天的精彩表现 今天上午的九点二十二分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 顺利将逆海胜 刘伯明 汤鸿波三名航天员送入到太空 那么这也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十九次飞行任务了 当然这也是空间站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 而在今天下午的十五点五十四分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采用自主快速交汇对接的模式 成功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前向端口 与此前已经对接的天舟二号货运飞船一起构成了三舱组合体 那整个交汇对接过程历时大约6.5小时 这也是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之后 首次与载人飞船进行的交汇对接 是 谢谢观看